哈囉 大家好 看到了什麼 你現在已經開場了是不是 我沒有特別開場 我都很廢啊 感覺得到 想愛 今年我們一定要成為百萬youtuber 靠你們大家啦 哈哈 想愛 今天剛錄完九面秀 他突然覺得很可惜 怎麼可以只錄九面的節目呢 難得九面也出現在我們頻道 我們總是要幹點好玩的事情 是是 那剛剛九面有說到一個還蠻好玩的東西 我提議的啦 因為我們現在裝扮都一樣 髮型也一樣 眼睛也幾乎一樣 我把眼睛換掉 你看我先站遠一點是這樣 換草也站遠一點給大家看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然後這部影片會跟九面秀同時上 對對對 大家可以去看另外一邊 我跟草也打扮成一樣 然後去實測路人 實測我媽 認不認錯 很好笑啊 這一集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 一人辦一張卡 對 Costco要辦卡 他是認真的 我們一人辦一張卡 然後交換 看他們會不會認錯 然後結帳看他們會不會認錯 可以 但是我們兩個都會辦卡 所以我們本來就都可以進去 就沒有那些任何爭議 就可能說我今天借卡給你 對對對 其實我們兩個都有卡 而且有卡的人 本來就可以帶另外一個人進去 對 這等於是躲掉你們口舌啦 對啦 XXX 那我覺得也合理啦 也合理不要拗人家啦 對啦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 去辦卡 最後就是讓他 確認說 我們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這是結帳的時候 我們兩個不要走一起 結帳的時候我在 遠一點的地方拍你 看你有沒有結帳成功 欸那可以 可以可以 那我就互相拍嘛 對對對 欸考驗 幹嘛 想看 好煩喔 想看 今天拍照真的都好像 超像 而且 你眼睛換掉 你戴原本那副眼鏡 會更像 因為這副眼鏡很反光 所以眼睛的部分 就看起來都是反光的 擋掉了 會更像 那我就出發啦 出發啦 欸難得Costco都沒有了 欸你背影真的超像我的 你背這個背包超像我 就會有一個胖胖 胖子走路人家 左左搖右晃這樣 我覺得我們今天騙了不少路人 因為超多 到底賣場能否認識 我覺得被騙機率很高 我好期待 又開始期待 因為很多人的Costco卡上面的照片 都長得很怪 因為他用的 你待會看就知道 他用的攝影機拍出來的畫質 有點壓縮 是不是我覺得 就是待會我們卡辦出來就知道 我們待在現場辦就知道 不過我們兩個 真的拍起來都是一模一樣的臉 應該是不會到一模一樣 但是我覺得我們輪流去辦 他就說 幹嘛同一個人要辦兩張卡 他真的好像喔 這個背影 我自己看畫面 我都覺得好像 除了正面 在喬褲子的時候 動作有效 我連鞋子都一樣 太酷了 好 可是我今天好像沒有在影片裡面交代 我們的身高 還有穿的衣服 都一模一樣 鞋子尺碼 一模一樣 我覺得太扯了 腰圍鞋子都一樣 真的太扯了 我真的好猛喔 那天 正在說要換衣服的時候 然後他 左邊就講他的尺碼 然後我說 你怎麼XX都一模一樣 對啊 很猛啊 我真的要拍什麼MV耶 我真的要拍什麼MV耶 你叫騙師怎麼剪 怎麼剪 你說說看啊 說說看 這樣誰看得出來人家有沒有認出你們啊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看到這些畫面要先跟觀眾說 抱歉 當下我們也忘了要檢查畫面了 所以就像你們剛剛看到的 我看到畫面以後 我即時跟九妹說 遇到大麻煩了 結果九妹還很好心的跟我說 呃好 應該有辦法救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啦 就考驗我們騙師群的功力 如果說今天他們都弄不好這一片的話 應該就趕快辭職好了 沒有那個臉面對我們大家 是不是 也沒有一點面對你們啊 這種畫面 真正好的騙師 就要想辦法把它修補回來 是不是 不然你當騙師幹嘛 講話 就算他死了啦 講話 欸講話啊 講話啊 有沒有救回來了 有 有 不要亂Cue 好 好啦 對啊 所以你們就還是放快信把它看完吧 好不好 記得還是訂閱海嘯草日記喔 還有韓老闆 夜我們終於要進去囉 剛剛那兩個人說我們是雙胞胎矮 但我也覺得超級像的啦 不管了我們先逛逛吧 那不然我們來研究一下到底哪裡像好了 我覺得下巴明明比較像金城武 久妹久妹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好吃的吧 我跟你說這個布丁我每次來一定必吃 來包餅乾吧大包的就是爽快 硬要拿著布丁拍影片的兩人 草爺 你先拿去解我幫你錄啦 你先拿去解我幫你錄啦 請繼續看下去 嗨 剛剛我們都沒結帳了 結束了 剛剛我覺得還蠻好玩的一件事情 是 因為剛剛我不知道收音有沒有收好重新說 就剛剛我在結帳的時候那個小帥哥 他就很興奮說 欸你是不是 是不是那個久 久...久...久...久妹 他真的以為你是久妹 我真的以為是久妹 然後我就 我就 我只能說喔 喔是是是 因為主要是因為他拿的是我的卡 然後我的卡上面又寫本名 喔先生 阿我的粉絲很多人知道我姓齁 對 沒錯 然後後面他就跟我要簽名 我說呃 那其實我有一些想尷尬 我說欠草爺他一定會很失落 你知道嗎 因為他很興奮 然後我說那你等我一下 然後我就趕快等你結完帳 然後就cue你說他要簽名 可是後來那個店員有跟我們聊天說 他後來有看到我站在旁邊拍啦 然後他說 看到我在旁邊拍 也確定我本人在場 所以也是讓你結帳 是 然後我那個是真的 我那個是 我後來挑另外一個女的結帳員 他真的沒認出來 他就說 江先生要捅編嗎 然後我就想說 江先生 是不是要幹嘛 江先生 喔要捅編喔不用捅編 你嚇到個屁啊 我就站在旁邊 對啦真的不行 你站在旁邊也就馬上就沒事了 所以我們沒有任何違規的動作 我們就單純想看看對方有沒有認錯 我後來有特地的跟那個認出 就跟我們要簽名的那個聊天 然後他說其實 借別人的卡很容易就被認出來 對 然後被認出來會很尷尬 就是 就是一來你尷尬 二來是 除非你現場辦卡 不然他不會讓你緊張 或者是說 如果他現場人 本人不在那邊的話 他就是隨時讓你不付錢 對 所以 還是非常不建議大家拿別人的卡 除非要這樣玩 你是另外一個人要在啦 對 你們長得很像 有趣於像 但是另外一個人要在啦 沒錯沒錯 就像我們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本人都在啦 所以今天我們實驗也算是成功了 對 而且我們發現 撫慰了我們的傷口 因為我們剛剛在東區拍片 都沒什麼認識我們 可是在新莊 Costco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誰 一去看九面秀 就知道我們多慘 青莊之池 不是 不是 東區之池 快笑死 對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實測 到底我們兩個 會不會被人家認錯 那真的是認錯 成功 成功 好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 分享 按讚 下週見 拜拜 拜拜 這就是誰啦 好 開始來 6500 很有錢嘛 對啊 對啊 都用的比我好 我才N50而已 那你在講的畫面就不給你 沒關係啊 對啊 你的頻道我就把你麻死 無所謂 你有本事就從頭馬到尾 最後一集啊 對 對